来来来 台南牛 行李二百 河南的酒席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全部都是肉 天哪 兄弟们 入乡随俗 打包袋 搞起来 新娘长得特别像一个明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台南牛 今天又来到了河南下意的礼拜楼村 前天就是在这拍的 然后今天正好又遇到我的粉丝结婚 这真的是巧二个开门 巧到家了 现在就带你们一起去看看 新郎新娘还没下车 已经围满了村里的乡品 特别热闹 打个招呼 太好看了 不过新郎怎么成这样了 来来来 台南牛 隋李二百 这边从来没有遇到过上里性忐忑的 哈哈哈哈 高级吗 哎 怎么感觉有点黑呢 感觉有点黑 对啊 这个肘子是红烧还是卤的 卤的 卤的 怎么那么黑呢 感觉 看出来的好看 这第一个菜就是红烧大肘子 哇 好大 哇 太大了 第二道 黄河大鲤鱼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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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必须得老师傅才能拿得起来 五香溜辣鸡 太漂亮了 哇 这鸡好大 天呐 脖子都掉了 今天这个鸡炖的实在是太辣了 这要是凉拌牛肚 对吧 凉拌牛肚 好多呀 凉拌豆角 有这份量 太大了 这要是凉拌藕片 自己加拌酒就没那么多规矩 大鸡好吃吗 好吃啊 都光盘了 肯定好吃了 兄弟们 偷偷敬你们一杯 你找得破破 真是凉拌牛肉 偏偏巨大 大叔 这个黑的是什么呀 是什么碗 是什么碗 哎呦 我的天呐 打个碗 后面端盘子再打起来了就不好了 抢菜了 你打起来给他都打不起来 给我打起来 你打不过我 大叔 这个是羊汤吗 怎么都是油啊 羊油的 羊油啊 这个羊汤肯定香的很 我的天呐 太标准了 太标准了 你的普通话说的也很标准 红烧扣肉一大份 这边都在排队等菜呢 天呐 这要是扣排骨 红排骨 红烧排骨啊 我看像我炸过的 这是我拍过最难的一期休息 哎呀 下面都是黏黏的感觉 刚刚跟大叔聊了一下 这是新郎自己家买菜做的 喝到500多块钱一桌 然后比别家是多了两个菜 多了两个果盘 总共是18道菜 大叔这个叫什么菜 蒜苔 蒜苔炒肉 哦 炒肉丝 哎呀 好大份 走了 五香牛肉啊 这份量可以 白酌大虾啊 太大了这虾 这个是香肉对吧 狗肉 走了 这个是蒸土豆丝 我也是第一回见 特别特别香 夹了一斤香油 这道是八宝饭啊 这道是八宝饭啊 八宝饭看了就好吃 大叔这个是什么汤 银耳汤吗 银耳甜汤 银耳甜汤 这口口纯的 只有银耳 这是最后一道 紫菜鸡蛋汤 俗称滚蛋汤 对吧 我得赶紧上桌 我还没上桌呢 人都走了一半了 天呐我得赶紧上桌吃 这个是纯猪肉的那个炸出来的丸子 然后直接再扣碗蒸 河南最有名的就是这种扣碗 扣碗我的话 这是我自己定义的 不代表所有人 来 这个我弄个大碗的 我觉得河南九旗所有菜最好吃的 就是这道黄河大鲤鱼 它这个真的是先炸 然后再炖 炖的时间很久 就是软烂酥 家没有吃 我以为有吃 没来一口吃 真的吗 敬你们一个滚蛋汤 嘎啦 这么快他们都在收起了 我一等我起来的时候 桌子都没了 兄弟们 告诉你们有多夸张 从开启灯也在三十分钟 看看我后面 人走太空 就是我一个人脸皮厚在这坐着吃